立法院对行政院长可以怎么提 不信任案 来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一题 因为小弟我在地方跑行程 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民众 你叫总统解散国会啦 你叫义帝有解散国会啦 还有人跟我讲 冠萍你不是小党的 你把你们佐龙太公 跟你们卓家 卓氏中亲的大哥讲 所以我今天要借用九十一科的时候跟大家讲 不行啦 我们这宪政是这样子 总统任命行政院长 然后行政院长呢 行政院在这吧 对不对 可是国会 谁可以对行政院长做倒戈 只有国会 国会可以对他进行倒戈 然后呢 可是如果国会倒戈之后 总统就可以解散国会 所以基本上 总统解散国会这条线 必须要先这一条 国会倒戈 总统才可以解散国会 总统不能自己解散国会 那如果总统可以自己解散国会 以后我们就一直解散 解散到总统营教 不行吧 所以基本上这个流程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参考一下 不是总统要倒就可以倒 不是卓氏要倒就可以倒 要国会倒戈 我们才能解散国会 但呛你不敢啦 没错 感谢冠婷的解说啦 卓冠婷在这个地方跑行程的时候 大家都会要求 我就去跟卓氏中青大哥 卓冠太讲一下 但就没办法 因为我们的宪政设计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线上有非常多的 聊天室的网友都加一加一加一 大家都很支持 不然就倒戈啊 可是蓝白哪会 哪会这样子就真的给你倒戈 趁着你的心如论你的意 所以看起来我们在立法院里面的 这种僵局啊 这种蓝白的乱局还会持续下去 天啊 我们中华民国就持续的空转中啊 因为立法院不肯执行他们的审预算 还有人事权的这些审议 好啦 我要请易善来分析啦 所以咧 国民党真的怕倒戈 他们怕改选啊 他们怕全面改选才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说罢免案 还是他们一个心中之痛 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赶快去处理总预算的问题 赶着急着忙着再处理什么 处理选罢法的修正案嘛 怕罢免 他们每一个人想的都是 我如何可以继续做立法委员 预算关他们屁事 我说真的 他们最好继续党 继续党的话 接下来谁会紧张 接下来要选举人会紧张 明年最好不要有总预算 明年不要有总预算 全部都是国民党的错的时候 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在得错的时候 民众党的议员怎么选 民众国民党的议员怎么选 国民党的县市长有多少要连任的 卢秀燕你还想选总统吗 蒋万安你还想连任市长吗 我们根本不要急 最好继续党 我就不相信你蒋万安可以撑得到11月 11月可以撑过去 12月你还可以撑 你最好今年都不要过 明年台北市所有的预算都没有的时候 讲话你要不要跳出来说话 你们台中捷运一堆钱 新北也捷运一堆钱 洪友宜最好不要出来讲话 国民党你们继续乱搞 你们害到的是这些在跑基层 明年要选举的议员 害到的是这些要选县市长的县市长提名人 自己人害自己人 你们最好不要过 因为你们有立委可以当 你们现在要休选办法 反正立委你们还有4年 民众党他们现在 民众党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现在在救柯文哲 等到三个月后你们晃晃过张做党主席的时候 你们care的是你们如何可以做4年 你们care的是有没有所谓两年条款可以拿掉 这些人都在为自己的权利 哪一个人是为了民众的权利在想 并没有 好刚刚这个逸扇特别点名点到卢秀燕跟蒋万安 好啦所以往往为你再搞下去 你可能就会搞到讲完 哎呃